正善念一份善心 共同一念心 善行共振 花蓮禁師金社法師 德韓師傅率先在經濟日上 响應慕心慕愛 1300多位高雄地區慈禮之工 隨後也紛紛响應 每一分錢將注入國際賺災 為賺災受災的鄉親 注入家園重建希望 因為我們知道 東非三個小國 讓他們百萬人沒有房子住 然後孩子沒有書讀 因為今天剛好經濟日 那會有很多人來 那希望我們他們能夠 點點滴滴的愛心 能夠匯聚成大愛 師父很悲心地在呼籲 除了經濟求法以外 師兄師姐 應用各種能夠很多的方便法 然後大家來募集這一份愛心 為了帶來自己親手 自作的手工點心進行意外 職工跟社區民眾 早在幾年前就開始准备 跟製作 其中像饅頭還有紅豆糕都很費工 但為了援助國際 大家都甘願犧牲自己的 親民假期 我們中午差不多12點的時候 就來洗紅豆 洗好了 還用熱水來浸 滾滾 倒好冷 還要攪拌 妹妹 這麼費工是為什麼 因為為了愛心 灰塞的那個山果的那個水災很嚴重 從昨天開始來做 做紅豆糕 都是滿滿的紅豆 然後那個紅豆就代表一個紅豆就代表滿滿的愛 有的人是一大早就來佈置會場 希望所製作的手工點心能夠發揮愛心 讓國際間需要幫助的受災相信 能夠獲得實質需要 大海新聞許願林蕭紅樹高雄報導 至於